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焦点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香港取消了数十个航班 因为热带风暴科伊努逐渐靠近 以色列期望中国对哈马斯进行更强烈的谴责北京大使馆官员 中国的亚运会即将结束 印度人抨击裁判工作 随着化石燃料的使用 需求峰值并不是听起来那样 以色列强大 但并非不可战胜 伊朗最好反思一下 等等 请大家收看 香港取消了数十个航班 因为热带风暴科伊努逐渐靠近 多伦多星报 预计热带风暴小狗将袭击香港 导致大量航班取消并关闭城市 这场风暴已经在台湾造成一人死亡和300多人受伤 预计小狗将于周日和周一横穿中国广东省的沿海水域 香港已经提高了8号风暴信号 关闭学校和商店并减少公共交通频率 往返香港的航班已被取消 香港、珠海、澳门大桥也暂时关闭 以色列期望中国对哈马斯进行更强烈的谴责北京大使馆官员 路透社 以色列对中国对哈马斯冲突的回应感到失望 因为他原本期望得到朋友更强烈的谴责 以色列认为现在不是实行两国解决方案的时候 需要采取更强硬的行动来保护自己的人民 而中国则呼吁保持冷静 结束敌对行动 强调实行两国解决方案的必要性 中国的亚运会即将结束 印度人抨击裁判工作 日经亚洲 中国杭州的亚洲运动会 因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争议而蒙上阴影 印度运动员和专家指责中国不公平对待 事件包括三名印度武术运动员无法入境 以及未能测量印度奥运金牌得主尼拉杰·乔普拉的第一次标枪投掷 一些印度运动员还声称 跳员选手M·斯里尚卡尔的跳跃和安努 拉尼的标枪投掷被错误测量 印度政治领导人批评中国 一名反对党成员称中国为流氓国家 质疑其主办国际赛事的能力 随着化石燃料的使用 需求峰值并不是听起来那样 日本时报 国际能源署IEA 以其全球供需能源统计而闻名 但在预测方面却表现不佳 其年度旗舰报告 世界能源展望 备受尊重 但也受到怀疑 预计该报告的下一版将显示 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 将在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 但IEA在低估可再生能源增长 和错误预测煤炭衰退方面有着历史 以色列强大 但并非不可战胜 伊朗最好反思一下 悉尼先驱晨报 哈马斯最近对以色列的袭击 打破了该国作为中东超级大国的声誉 在以色列的铁穹防御系统被大量导弹淹没的掩护下 哈马斯武装分子入侵了以色列街头 劫持了平民 并将他们关押在地下隧道中进行谈判 这次袭击的成功将导致对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的愤怒指责 他还将面临以色列准备不足的问题 因为大规模抗议活动 反对他削弱最高法院权力的计划 自年初以来 香港经济稳步改善 财政总监 南华早报 香港的经济自今年年初以来 一直呈稳步改善的趋势 根据香港财政司司长的说法 前9个月的消费支出已经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的90% 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但这座城市对外国企业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今年迄今已有超过76家欧洲企业 在这个金融中心开设办事处 较2022年同期增长了7% 然而 财政司司长警告称 美国的高利率和全球地缘政治等外部因素 将不断影响这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 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中数百人丧生 真主党发动袭击 南华早报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警告说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斗 将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战争 随着哈马斯在周六对以色列发动突袭 冲突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高暴力水平 该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火箭弹袭击和地面 空中和海上进攻 导致双方数百人死亡 以色列媒体报道称 有超过300名以色列人丧生 数百人受伤 而加沙官员表示 巴勒斯坦的死亡人数至少达到313人 近1990人受伤 冲突还蔓延到黎巴嫩 真主党以支持哈马斯的名义 向以色列阵地发射了炮弹和制导导弹 战斗促使以色列切断了加沙的电力 燃料和物资供应 以色列军方现在正在考虑对加沙发动地面攻击 这可能导致伤亡加剧 这场冲突是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 持续数月的暴力事件和加沙边境 以及耶路撒冷争议圣地的紧张局势之后爆发的 世界各国都谴责了哈马斯的袭击 而伊朗最高领袖则表示支持该组织 温哥华杀人案发生后 全球希克教活动人士倍感紧张 未报 全球希克教活动人士在温哥华两个月前 哈迪普、辛格、尼加尔被谋杀后生活在恐惧中 尼加尔是一名在印度为独立希克邦运动进行活动的活动人士 在停车场被枪杀身亡 有人担心他的谋杀可能与印度政府有关 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美国和英国的活动人士都报告称 他们在为希克事业进行活动时感到恐惧 人们担心印度可能会在其境外镇压意义 一些活动人士甚至收到警方的警告 称他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尼加尔的谋杀案尚未导致任何逮捕 关于印度政府可能涉案的报道存在矛盾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声称 听说了印度政府涉案的可信指控 但德里方面将这些指控视为荒谬 印度当局认为希克散居人士是希克极端主义的温床 并指责加拿大等国为被指控恐怖主义的个人提供安全避风港 活动人士担心他们为独立希克邦进行活动 将使他们处于危险之中 并担心印度可能再测试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保护其公民的承诺 这种恐惧不仅限于北美、澳大利亚、意大利和英国的活动人士 也报告称对自己的安全感到担忧 印度散居人士中公开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增长 加剧了人们的恐惧 人们担心印度政府甚至可能在印度以外接触到活动人士及其家人 活动人士呼吁当局采取行动 确保他们的安全并保护他们的言论自由 加拿大在一旁旁观 海地终于得到武装干预来对抗帮派暴力 加拿大CBC 尽管被要求领导多国安全部队前往海地稳定局势 但加拿大将不会派遣任何军队 联合国安理会最近批准了这样一项任务的部署 巴哈马、亚买加和安提瓜和巴布达等国 同意派遣军队或警察 然而 加拿大拒绝参与 目前尚不清楚谁将领导这项任务 特鲁多政府在过去两年对参与海地问题持谨慎态度 采取各种策略拖延时间 并指出海地政府的非法性是成功任务的障碍 肯尼亚参与这项任务也引起了关注 肯尼亚反对派议员要求在任务进行之前 在议会进行投票 并对肯尼亚安全部队的人权记录表示担忧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海地对这项任务持谨慎乐观态度 因为多年来该国一直饱受暴力和政治不稳定之苦 然而 人们担心仅仅在军事上击败帮派是不够的 还必须有一个包括就业创造和恢复性司法在内的未来计划 加拿大大学压住国际学生 但全球变化带来风险 多伦多星报 自2019年以来 不符合UBC英语要求的国际学生的人数有所下降 目前只有172名学生在卑诗大学的Vantage College就读 这种招生人数的下降反映了国际教育行业的不可预测性 因为加拿大大学受到地缘政治和经济变化的影响 中国学生的减少是由于2018年中国科技高管孟晚舟被捕 导致中加关系下降 卑诗省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也从2015年的5万人 下降到2022年的29,670人 然而 自2018年以来 印度学生的人数翻了一番 中国学生的减少对于提供英语支持的路径项目 如Vantage College影响较大 印度学生的增加并没有抵消中国学生的减少 因为印度学生通常精通英语 不需要路径项目 加拿大大学正寻求将国际学生的来源国多样化 不仅限于中国和印度 还包括墨西哥 尼日利亚 越南 巴西和菲律宾等国家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的新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故事 从天气灾害到国际冲突 再到教育问题和国际援助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些新闻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首先是香港的天气灾害 台风科伊努逼近 导致航班取消和城市关闭 这再次提醒我们 气候变化对我们生活的重要影响 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和应对气候变化 以减少灾害带来的破坏 接着是以色列和中国之间的纠纷 以色列希望中国对哈马斯 进行更强烈的谴责 这再次展示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和难以解决的问题 我们需要更多的对话和合作 以促进和平解决冲突 然后是中国的亚运会问题 印度人对裁判工作提出批评 这显示了国际体育竞赛中 存在的不公平和争议 我们需要更加公正和透明的裁判制度 以确保公平竞争 接下来是能源问题 国际能源署在预测方面的不确定性 这提醒我们预测未来的困难性 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创新 来应对能源问题 然后是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 这场战争给中东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这再次提醒我们战争的可怕性 和和平的重要性 我们应该努力解决冲突 促进和平与合作 最后是加拿大的镇压问题 海地终于得到武装干预来对抗帮派暴力 这再次提醒我们社会稳定和治安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和支持 以解决这些问题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摘要和我的观点 我希望这些新闻能引起您的思考和讨论 现在我想邀请观众朋友们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提出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